金仔共修 原來八字幼兒班 所謂知己知彼 百戰百勝 Win Win 你都想的 是不是 金sir講課你要聽 叮火代表陰火 它是燈光的火 是蠟燭的火 掃口好 好財 和商業財富有極大關係 燈光燦爛的商業區 就是大城市的長征 生於舊曆五月 即是新曆的六月 就是當時得榮 至於要行好運 就要金金甲木一起來 金金就是斧頭 甲木就是一綠參天大樹 要砍參天大樹 用木就可以燃燒丁火 它不像炳火 不可以解凍 但是它就可以練金成器 代入了丁火藍的人生 金金就是他們的太太 只要丁火藍的太太 賺到偏才 丁火人自然就有運行 生於冬天水旺的季節 生於冬天水旺的季節 他們的官星特別強勁 即是有地位 有名譽 有權力 需要大量的木 來生旺火去配合 東南亞火旺 木旺的地方就適合發展 各位丁火藍 好好供養你太太 只要他們有很多財富 很多戰利品 你就有運行的 遇到緊急時間 老婆不在身邊 那怎麼搞 不要緊 帶著兩部電話 或者多帶一個外置充電器 即是尿袋 也可以幫你人生充足電